譚仔家蒙聖母堂4月6日下午 舉行戶外拜苦路 超過100位教友參與 亦有其他堂區的教友參加 主任斯多元偉明神父表示 這次拜苦路是一個祈禱 讓教友默想耶穌基督的苦難 他比喻大自然猶如一個聖殿 因為透過接觸大自然 能夠聯想到創造天地的天主 當教友未能到聖堂時 可以到大自然與天主相遇 當日先由大譚山行山徑遼望台出發 沿行山徑設十四處苦路 由教友負責摩十字架 讀經和帶領默想 沿途詠唱基督的譴責 由教友帶同子女一同參與 更一同摩十字架 爸爸造詩表示 這次已經是第二次帶同兒子 Adriano參與拜苦路 他希望兒子明白 耶穌基督為我們受盡苦難 為我們做了很多事 所以就和兒子一起嘗試 背十字架 讓兒子親身去感受 體會苦難的意義 他更希望兒子能夠學將耶穌 勇於去幫助別人 而兒子Adriano表示 背十字架並不辛苦 也願意繼續參與拜苦路 也願意繼續參與拜苦路 質疑